《天氣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次《天氣報告》 我是你鳳凝 今天是農曆8月15中秋節 首先祝大家人與兩團圓 說回天氣 熱帶氣旋莫蘭蒂 今早已經在廈門附近登陸 並且移入內陸逐漸減弱 至於香港 我們今天受到一股大陸氣流影響 整體來說天色不太差 下午時各區的最高氣溫 普遍是介乎在32度至34度之間 不過今日的天氣比較乾燥 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 普遍都是70%或以下 在雷達圖像我們看到 下午4點多時 有些零零碎碎的雨區 由北面移下來影響香港 不過因為大氣始終比較乾燥的關係 我們的雨量不太多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如何 一起看看雲雨量的預報圖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廣東沿岸地區 仍然會受到一股大陸氣流的影響 整體來說天色不太差 至於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預計晚間的時候 我們是部份時間多雲 局部地區會有驟雨 不過大家仍然有機會 在雲層之間欣賞到月色 明天來說 我們預計日間部份時間 會有陽光 天氣乾燥和炎熱 氣溫介乎在27度至32度之間 風勢方面 在吹輕微至和緩的北市道西北風 展望方面 預計隨後兩三天 我們大致天情 下星期初天氣會是乾燥 這節的天氣就說到這裡 再見